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昨天美国公布了4月份的 消费者物价指数稍微的降温 美股昨天文讯之后 周三全面的收涨 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然后台北股市今天是气势如虹 这个礼拜金金涨 早盘一度大涨超过300点 最高公道21515点 再创历史天价 美股的AI大咖 本周也非常热闹 讲的就是这OpenAI 还有Google两大咖之争 都发表了新的AI模型 台积电创高之后 股价今天怎么会开高走低呢 那么AI伺服器相关的个股 也是开高走低 不过午完过后谁出来接棒 航海王又发动了 货柜的报价上涨趋势 这个礼拜还在向上 那么神山神船轮流的发动 520之前台股功高不断 那520后行情会还没结束吗 马上欢迎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肖又铭 老肖好 明君各位同学好 欢迎分析师郑伟群 伟群老师好 明君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分析师王教立 赵宜老师好久不见 明君好同学好 美国四月份通膨意外的降温 美股台股一起牵手创高 那开高走低 讲老师台北股市 今天要不要稍微烦恼一下呢 为什么 因为电子大哥盘中都拖累大盘的涨点 电子大哥熄火了 那护国神山稍微的开高走低 可是护国的神船 有外资狂扫 还能够跟着冲一波吗 我们请问老肖老师 AI股五月反攻号角吹起来了 创意的形态比世心还要强 这伟群老师昨天说的 的确像IP的反攻部队指标要看谁呢 不过CPU概念股的上全 获得了台积电加值 今天创高之后快速的拉回 是说它走完了吗 还是会轮到第一阶的CPU来补涨呢 请问伟群老师 520之前台北股市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天天都创高 幸福会不会来得太快了 行情还没结束吗 我们先来关注台积电它很重要 它怎么今天创高收了黑K棒 怎么解释呢 不过它早已奠定它的神山地位了 千元这个价位值日可待 那有没有机会带动大同盟再起风呢 过去的大同盟休息了能够再起吗 还是说有 隐藏版的大同盟都还没长得 可以留意赵意老师接回归 帮大家来抓黑嘛 休息一下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下个礼拜就是520了 那台北股市这个涨势压不住 今天在攻高 收回的是昨天美国公布了四月份的CPI 大载版预期说呢 可能通膨不会明显降温 没想到比数字 外界预估的数值还要温和 昨天美国股市呢 联媒的大涨带动台北股市 今天呢也是跳空的开高 今天早盘一度大涨超过300点 最高公道21515点 可是呢开高之后呢 大型的全职股啊 开高走低 由红翻黑 也让指数涨点 因此快速收敛 大盘中场之后上涨157点 收在21304成交量量增 今天有5271亿 好 今天呢 正贡献点数方面呢 包含了联发科大涨3% 台积电呢一度攻到856 可是呢尾盘呢 涨势收敛 但是呢 今天呢 这个电子股啊 在五盘过后降温 谁跳出来接棒 居然是航海王 昨天才说啊 长荣第一季的EPS不如预期 股价 给他一个教训 没想到今天马上 是给了这个 昨天卖掉的人一个教训 今天股价呢 是开高走高的大涨 怎么来看这个资金轮动的现象呢 老师我们来看一下 台币今天强升 昨天外资回头大买台股200多亿元 今天再创高 520之前外资的回补 会不会越来越用力 但是今天开高之后走低 怎么样来做后面的观察 整理上呢 我们的看法呢 现阶段 不管在国际股市或台股 这一波的多头 它会一直往上走 走到7月份 我们维持两个月前的看法 没有改变 为什么 首先各位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昨晚 CPI原本是3.5嘛 那公布出来3.4 就是因为这样子 那全球股市就暴涨 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最主要就是因为 CPI从3.5当到3.4 原本一般市场呢 大家认为今年 有可能不降息 美股 目前变成降两码 为什么降两码呢 第一个 我们维持原本是7月31号 可能会降一次 再来11月份 可能又要降一次 那为什么11月又要降一次 美国总统大选吗 对 就是因为美国总统大选 现在大家笃定 就是美国大选日 选不出总统 你知道吗 选不出总统 酸不出来 因为两个 支持度太接近了 各位不要忘了 美国有通讯投票 所以如果支持度非常接近 不是只是电子开票 到最后是不是要比通讯投票 那个开票大概又要一个礼拜 所以整体上大家认为 11月份整个行情会拖 所以有可能今年会降息两次 分别是7月跟11月 好 老师老师的预言 因为美国总统 现在选情太焦灼 哪一方胜出的话 他端出的牛肉要更大 所以非常有可能 联准会就是这个 端出牛肉最重要的单位 那从美股来做观察 因为CPIL降温3.4% 让市场为之信心大增 作为美国股市的大涨 也让台股美股一起牵手攻高 可是台北股市今天走势 就相对开高走低了 怎么样来做观察 最主要各位请看 从CNN到巴隆 在今天一大早 大致上大家讲法都很接近 就是说因为受到通膨数据的影响 美股三大指数标普 道琼 纳斯达克 这个就了不起了 同步创历史新高 OK 好 紧接而来彭博就讲到重点 他特别表台湾这一次 列在今天的大标题 他说美国这里要重新建立供应链 那最主要 他们认为最大的受惠者会落在台湾 那去看今年的第一季 台湾对美的出口是暴增创新纪录 所以整体上我们认为台股这里 涨到7月份是多好而已 好 台股会一路攻到7月份 现在看一下美国股市台北股 是现在的领头羊 会不会重新把这个焦点 这个主控权放到电子股手上 所以我们很快速看 就是说从一些大七的一些表现里面 我们看过去五个交易日 它是怎么走的 首先我们先看 美股三大指数在过去五天 五天后 它是不是一路往上做攻坚 OK 不管是标普 道琼 霍纳斯达克 紧接而来 各位请看关键是这个Dale 回答Dale美超尾 为什么突然跑一个代而出来 不叫AIPC吗 所以它在告诉你 AIPC这个多头任何修正 你要找到对的时间点做切入 不要怕你知道吗 再来苹果 谷谷回答同步的 也就是说你所看到的这些 重量级的这些标的 持续向上做挺升 整体上整个多头架构 我们认为在7月份之前 都是属于安全的 好 多头架构在7月前都安全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昨天我记得航运股稍微震荡 剧烈爆量的时候 我还追问老萧老师 这航运股走完没 老师说航运股行情 根本还没结束呢 因为这个货柜的运价 持续的向上 如果说报价向上涨的话 航运股怎么会先告一段落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两大海运大咖上修全年获利 包含了马世纪跟赫伯罗德 都看好今年的状况 那望海被关紧闭了 航海王有办法重返伟大航道吗 望海现在五分盘关到5月31号 那它在2021年6月处置之后 创了天价353元 会不会又越关越大尾呢 那我想问一下 其实包含了航货柜三雄 外资都还站在买方 老萧老师 今天的这个电子资金 在早盘的时候很强势 但是有一点点开高走低 钱马上转进来航运股 这个现象你怎么样来做定调 我跟各位分享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是比较积极型 比较活泼的朋友 你当然可以针对这些 重量级AI相关概念股 去做所谓的操作买卖 但是你在追求比较稳定的 我会认为呢 你真的要吃得蹭头铁的心 你不能怕你知道吗 你去找一个笃定 第二季会比第一季 每股盈余成长一倍的 那你就准备大赢了 就这么简单 你说我有那种东西 比如说在这里吗 老师你跟我说稳定 Q2 Q2 我现在跟你讲的就是Q2 不是跟你讲Q1 你说这个有可能 我请教你 阳明2块6毛9 对不对 那举例他如果Q2爆出来 第二季单季5块 我请教你 你觉得航域股价去到这里而已 不止 所以我的看法就在于 未占而妙算多者 多算胜少算不胜 你用算的 好 怎么算 我们稍微逐一来看 这个部分各位可以加入Lite A 因为上面我们所有的资料内容 各位您可以做交叉比对 我很快速讲一下这是运价 这一波最主要就是这一个反扑 那关键在于价格可以不要涨 它只要能够持平 只要持平 那我告诉你 所有的航运股在第二季会爆赚 第二季只要能够维持现在的运价 我们看右侧 为什么这么讲 首先你就看两个 一个看马斯基 一个看货柜的运价的报价 运价只要能够不跌 然后加上马斯基维持一个多方座磁系 那整体上航运股我们认为呢 你获利的机会会非常高 好 那怎么先看马斯基 你加入Lite A之后 你就进入这张图表 那你要静静的看 那怎么看 你就上什么都不要看 只要看下面就好 你说下面可以看出一朵花来吗 不用 你就看最大那一根 最大那一根哪一根 绝对是这一根 你就把最大交易量把它抓出来 最大交易量所产生的交易价格 它会告诉你一条叫做未来的景线 商品价格在景线之上 这一档个股就是涨 你也不用猜了 它就是涨 可是难道不会跌吗 会跌就有一种情况 如果股价在这个景线的下源 那个叫空方 那种个股你不应该做买进 所以我们拿来比照马斯基 各位请看最大交易量在今年的2月份 你把它抓出来 这个价格叫10975 目前报在11335 也就是说只要马斯基的价格在10975之上 它一定会过这个高点 我们讲过量先价型 为什么会有这一句话可以流传几十年 就是一旦产生一个新的交易量 绝对会有新价格 什么叫新价格 你新价格就是要过这个高点 这才叫新价格 除非它跌落10975 否则先行指标马斯基绝对是多方 好 关键在这一张图 你要加入Lite Ad 来 哥请看 这是这个礼拜往前 一周 两周 三周 对不对 这是第几季 这是Q2 这是4月份 这是Q2 这不是Q1 Q1是不是已经公布获利能力了 这是第二季 第二季这里 你看它算成长 今年以来涨了118 也就是说你接下来就看第二季 运价的报价 如果持续维持目前的价格 第二季报价是不是比第一季更高 所以你往下看 来 各位请看 你就看 看这张 这是去年的第四季 这是不是今年已经公布的第一季的EPS 你就举阳明就好了 你看这阳明 你看这边跟对比较 这是亏损0.37 这是为什么今年的1、2、3月份 航运股根本不会动 为什么不会动 你是亏损 你是怎么动 你公司了解你是怎么动 投资学不就告诉你吗 你把整个投资学从第一月翻到最后一月 它就只有告诉你一件事情 股价会反映什么 就获利能力 所以你看整包看投资学不再告诉你 怎么去评估获利能力吗 那这不就最简易的 也就是说阳明在去年的第四季 一起了解 对 一起亏损 不是太多 但是今年第一季 它交出来 每股运是赚了2块6毛9 那你就赚吧 第二季到目前为止 运价持续往上暴涨 对 那请问你 EPS怎么可能低于2块6毛9 因为4月5月开始运价是一直涨 对 股价会反映获利能力 第二季会赚得比第一季多 航运股可能不会起 你也比较认真 所以我们来看 你就看这个礼拜 我们再回来上个礼拜 我们在上周不提到吗 报价40尺的货柜 对 一周涨18% 美西线报到3988 对 好 我们就看这一周 你就把手拿起来 现在是美西线是报到4393了 过一周 航海王再起 他已经告诉你 我就是多头主流 你是多头主流 你当然就要乐观 除非你发现到 运价一直节节衰退 你航运股当然该走 只要运价持续上扬 马斯基维持多方 航运股没有下修的机会 好 老师那时候的观点 就是你可以观察这远东到美西 40尺的货柜价格 的确是连续好几个礼拜 都是呈现两位数的增长 航运股的行情没有走完 这是报价部分 但我们昨天是从这个分价图 告诉大家 长榮的放售店怎么抓 我们很快速 各位就请看 我们就把市场的成本抓出来 比方说我们就看长榮 他就告诉你 市场在过去 今年以来主要的进场的 绝对买在这里 散户卖在哪里 散户也卖在这里 你的卖一定卖在170到185 那你卖了就自然有人买 在170到185 今天长榮股价在170以下 那我恭喜你 你卖对了 可是相对的 只要在185之上 就不用再说了 你肯定是卖错的 因为这一档个股 是个多头奔腾 所以我们的看法就在于 一个多方很确定的个股 不需要有如惊弓之鸟 背弓舌尹 除非你看到 负面讯息真的已经产生了 紧接而来我们跟我讲 我们在这个礼拜跟大家讲 电动车要发动了 为什么要发动 也就是说 你知道第一段 不是要提高关税吗 那它是第一阶段 那第二阶段是什么 要针对所有大陆 要洗产地 洗商标 要从墨西哥转弯进来的 它会全面封锁 那紧接下来会针对 所有大陆电动车 你的网路设备 全部封锁 所以台商会是最大受益者 现阶段 我认为你第一档 先看台大电 好 我们大概因为时间的关系 为什么这么看 我举例 这一档个股 我们是在两天前 在这个单元跟各位分享的 这个叫2211的爱姆勒 OK 爱姆勒它是做逆变器 什么叫逆变器 就是说我把直流电 转为交流电 你看这个很厉害 特斯拉接下来 未来所有的特斯拉 会改成48伏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一般的电动车 是属于低压环境 12伏特 12伏特就是电磁 有没有 你拿8辆 你把它沾走会 这样串联起来 那就是12伏 那你为什么要改成48伏 它的差异在哪里 当你的电压往上 它的结果是什么 电流会往下你知道吗 电压拉高 电流就往下 电流往下产生什么效应 就是说第一个 你就不容易发热 你不会发热 你的温度的上扬就会减缓 紧接而来 你整个配线系统 可以降低80% 所以它的成本会大幅度下降 好 逆变器的部分 我们一看 这是个大集结 站上集结区 中动车从台达电到爱摩 我们认为会是先行标的 有在做48V相关逆变器 就是台达电跟爱摩勒 老孝老师的做观察 那另外洪海集团 今天洪海差一点也要创高了 我的看法是这样 各位您加入LINE AD之后 第一个你就先看集结区 就是说其实股价 只要不跌落集结区 这些个股都处于正向 但是相对的 假设股价在集结区之间 它在告诉你 我在整理 那这种个股你就要谨慎 就是说它不能往下跌 万一它跌落集结区 你一定要出场 代表它不会去 你知道吗 但是反过来讲 它往上去挑战集结区的上缘 那你就找到会大涨的股票 各位你可以加入LINE AD 我们今天所有节目上的任何资料 都会放在我们LINE AD上面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 感谢老夏老师 如果说昨天有看到节目 我们当中的这个内容 讲到航运股 这个信念在的话 报价上涨就不会被洗掉 今天在享受航运股 这个从这个低档 往上冲高的这个空间的果实 那如果同学们对刚才我们老夏老师 所讲的内容或个股 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透过画面上面的联系方式 用相机扫QR Code 或者是输入LINE的ID 老师的资料 对放在LINE AD里面 同学们问题都可以提出了 老师有空会跟大家做互动 还有分享了 观表一下今天好多的个股 开高走低 包含了这个CPU 光通讯当中最强的3363上全 还有获得台积电加持 今天创高之后怎么快速拉回呢 上休息了吗 还是会轮到低阶的CPU呢 黑马股是谁 请问韦群老师 休息一下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这个礼拜很多的AI云端大咖 都发表了新的AI语言大模型的应用 那先是OpenAI说我要跟苹果合作 Mac电脑会先加入ChatGPT的功能 那iPhone会不会也变得更加的AI呢 另外一个是昨天在旧金山 Google的大会也是好多的新品 齐发 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让这个AI功能 变得更加的聪明 八卦一点讲远功能蛮有趣 他说可以让AI当你的数学家教 这样可以省下多少钱呢 那Google AI大晋级要做自研晶片 包含是用台积电的五奈米到三四奈米的制程 Google说这是至今效能最佳 最简能的TPU预估年底就会推出 法人预估这个第七代跟第八代产品 会跟世新还有联发科联手来打造 好 这是AI相关应用 那伺服器概念股今天开高走地 不过有一个族群很强 AI PC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档个股 这枚股当中创新高 居然是高通 高通过去是手机晶片大厂 不过他也说他要抢进PC的这个处理器晶片 要跟华硕来合作 高通创下新高 那联发科有办法跟上吗 大模屏发割优于大盘1388元的目标价 那AI PC也是联发科新营运的驱动引擎 电脑展会不会看到用联发科晶片的笔电呢 他是跟辉达供AI PC 那高通的这个CPU是跟华硕来合作 下周二华硕就会发表这款新产品咯 那AI的相关上下游都有机会收威 上游有讲谁呢IP股 股王资争法人圈怎么看 信华跟世新之争 那世新KY呢 优于大盘或买进的这个法人圈 九十几%都看好 那中立的部分比较少 反倒是信华部分呢 好像大家对于他优于大盘或买进的平等 是稍微偏低一点点 外资挺世新才是真杠的股王吗 不过老师我记得我们昨天问世新KY的时候 你有讲说 你认为现在IP股的指标不是看世新 而是看创意理由是什么 好的 我想第一个创意是先跌的 那再来它是台积电的子公司嘛 所以相对的有些 你说Coverse的一些IP 当然台积电会给它比较多一点 而且真的它对一个成潜的幅度 也比较好 你看到最近法人也在买创意嘛 那世新当然跌得也太夸张了啦 所以为什么最近我说真的 你说多头的行情 没有看到股王跌成这样的 对不对 如果说真的股王谈不起来 很多股票都不能追了 你要小心 那甚至其实今天各位同学看到 很有趣的现象 很多股票 开高走低 获利很好啊 为什么开高走低 谈先涨了 涨多了啦 其实就是多头的趋势还在 但是我们要找有肉的 真的我们要找有肉 不是说每天追强的 今天其实很多股票 一下子一开高就给你杀下来 好多喔 对 就像说上全也是一样嘛 今天一开高爆量 我就提醒了要出了 要出了 因为短线上也涨多了 我们节目当中交过很多次喔 开盘看到出大量 预估量暴增就要小心 对 没错 因为现在隔日充很多 所以我们说真的 我们要从产业面找 未来会好的 就像说世新这次 也是跌得蛮惨的 跌了两千块 当然就是有机会嘛 因为它也没有那么烂嘛 当然虽然说Amazon 它只是买了220张啦 但是其实市场上 其实传言都很多啦 就是说其实世新明年 可能会掉单 Marble会抢到它的单 对不对 但是又有一说说Marble的一个 怎么讲它的一个设计 还是不行 可能又要回头找世新 那这东西 当然就只有公司知道啦 那我们短线上说 跌升先抢反弹 先做一些价差 那甚至你说嘛 对不对 刚才说高通股价也创高了 对不对 那当然联发科就有机会嘛 因为联发科现在也是跟NVIDIA合作 所以现在这个 他们竞逐的领域 已经不是在手机而是PC了 其实手机也是要用AI嘛 PC也要用AI 车用也要用AI 其实大家都要用AI 所以其实你说 真的IC设计 还是说多头的领头羊 只不过前阵子IC设计 在跌的时候 航运电档啦 其他一些在电档 重电在电档 但是有些也涨多了 所以我说真的我们要看 一个大盘的架构 最健康的就是说 你真正的多头的主流 尤其这波AI最上游的 你绝对不能弱 就像说 对不对 3661的世新 真的跌得很夸张 4500跌到2500 也是开高走低 对 你说真的很多人 那时候跌到2500 前阵子上个礼拜 很多人都2000再见 有的没有的 网路上一堆人 都在骂世新 对 唱随他 我说真的不要杀低 当然昨天好消息 跳空开高 那今天整理一下 我认为尾盘有小小的 拉了起来 因为今天的盘不好 今天盘是开高走低 对 明后天就要开始 有机会反攻 但是你要一段一段做 因为像这种就是 真的蛮有肉的 对不对 我常常讲你说 像这种高价股 有时候冲个一天 对 龙虾大餐就有了 对 而且这个是有外资看 目标价还在5000块的 目标价还在5000块 外资讲的我们就听听就好 就像我们说前阵子 什么凯基看华晨 看1000多块 我说那有可能 对吧 最近你看NMSCI 520 也带不动它 但今天重电股 主要是因为新的经纪部长有说 核能是干净能源 辞话一出 重电概念股就全部下去了 其实你说真的 说在台湾会缺电 你说会不会用核能 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说 核能也是要输配电吧 也是要 但是就是股价真的涨太夸张 真的炒作得太夸张 所以我们说十四求是 你看连世新都可以跌成这样 那你说那些炒作得太夸张的股票 本益比它更高的怎么办 对啊 那怎么办 它是真正 今年有人看70到80 对不对 2026年有人看100块 那你跌到2500 本益比25倍 这个是IP 这个是高毛利的领头羊 怎么可以 对不对 本益比那么低呢 对不对 所以你说真的 如果说有世新的有创意的 都欢迎跟我们做联络 因为毕竟 这边就是IP族群大反攻 IC设计 你看联发科也很强 对 对不对 联发科涨比较多 那我们等一下介绍小联发科 你说创意也是一样 我说这一波我们就在节目中一直强调 我说创意是最强的 因为它先跌 那再来因为 对不对 第一季很烂 接下来就会好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五分钟 我们来再做教学 对对对 你看这波打到1245嘛 对不对 我们再看下面 你看好 MACD有没有 MACD背离 对 股价破低 MACD背离 你看这边是买点 对 对不对 到了昨天 昨天大家都开高 我说可以做一趟价差 是不是 昨天开高 但是MACD没有过高 背离 一样是背离 对不对 这样子一张就20万块 对啊 10张就200万 今天就又要找机会了 又可以找机会 所以你说像这种高价股 趋势是一个成长的 那当然 对不对 你如果会做价差 当然就不错 甚至我们刚才提到2454联发科 2454联发科 联发科你说会不会过高 我认为会啦 因为他的案子也蛮多的啦 现在又跟Media合作嘛 对不对 联发科比较大支 而且涨上去了 我说最近有一档 跟过去400多块 达发很像的 小联发科 还记得 各位同学还记得 那时候6526 达发 对 那时候我们时间大长 那时候破发 对不对 那时候在新贵的时候 600多块 结果一上贵破发 一堆人在笑 结果我说 反正那边是好的买点 我说是微生低了 那时候400多块 你看 这波达发400块 涨到700块 最近投信带帮忙抬教 然后最近下面是投信帮忙抬教 所以联发科绝对是很好 但是小联发科爆发力更强 而且他最好 他最近也是修正的一大段 这边这个利润会比较大 有兴趣可以跟我们做个联络 修正一大段之后 发现在底部出了一个 明显的出量红棒 这两天都涨 这两三天都涨 位置算低 可以用意 好 那另外看到这个上全的部分 老师追踪很久 3363上全 投信还在买 不过今天冲高之后 爆量开高走低 老师盘后说要观察一下 投信的筹码 好的我想今天一开高 我看这个量就很大 对啊 这的确是爆量 对 我其实这个 这个CPU我们追踪一个月了 我大概之前两个礼拜 我们就追踪 那时候光环先上去 我说上全是指标股 对不对 昨天涨停板 今天一开高 爆这么大的量 当然你先调节一下 或获利出金都可以 但是长线它没结束 因为BGCPU这东西是 台积电未来 2025年 2026年才会做的 而且这个进入的门槛很高 你看3234的光环 它就比较便宜 对不对 比较便宜 所以它比较稳 如果明天如果说 观景币结束 它再上去 这个还不错 还可以获利续报 因为毕竟它比较便宜 它跟那个4979滑星光比 它才52块 滑星光过去涨到200块 现在又100多块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现在真的轮动很快 我们不能说 你每天看强的 结果明天不强 这种股票我不敢介绍 给各位同学 我说真的你看 最近有些光学股也在动了 玉金光 对 玉金光3406 3406 3406 对 那玉金光当然好 你说去年的获利就很好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iPhone Q1 第一次 还有VGIN Pro等等 对不对 但是它比较大支 你看到之前我们跟各位同学 介绍的先进光 有没有 小玉金光 小大力光 有没有那时候100块 那这波最高涨到290 整理完整理完 今天又涨停板了 所以代表说其实 这边真的是百花齐放 但是我们要找低档有肉的 因为今天大盘一开高 量也出来了 那很多股票全支股 有点开高走低 都要休息 那我认为大盘震荡无仿 趋势还是多头 大盘能够创高代表是多头 但是就是个股轮动 如果说台积电整理 或者说鸿海整理 广达整理 那这些钱会流到 中小型的股票 对不对 那如果说整理过一段更好 你看先进光就这样 它就大力光扶持的 对不对 你看这次 有没有机会 如果再过这个290 那就很有趣了 因为大力光现在很多 它就是循着浴金光的模式 那时候就是拿到苹果的认证 很多中低阶的手机的镜头 车载的镜头 甚至这个先进光 对不对 还有Mac镜头 所以它是比较大的 你看到它今天就很凶 一早就涨停 如果说各位同学 有兴趣的话 这个更便宜的 小先进光 你看那时候我们有介绍 有一档先进光 第2476巨像 对 它这个那时候还有说 有减肥 瘦瘦针的题材 你看我们时间拉长一点 我们从四十几块来介绍 你看 这几天 长到九十几块 四十几块长到九十几块 它是大力光的 相对的一些 供应商模具的厂商 你看很强 所以光学谷这一块也不错 甚至六七八九的彩域 好 六七八九 彩域我们也是来来回 做很多次 这是因为说地震 尤其说地震 因为有些机台 就是要调整 打到年限 对 这次又下来了 它是台积电的子公司 这家也是非常的不错 那当然 你说小先进光更便宜 那它有什么好处 它要发CB 它有CB要到期 今年要到期 今年 这CB的价钱 转换价 离这边至少有五成 五成 五成 有五成 所以一定会往CB转换价 去靠近 除非你公司要还钱 对不对 一般都是 你发债 对不对 你不想还钱 对不对 转换价都会到转换价 而且还会超过很多 所以像这个 跟光学谷有关 最近光学谷也开始动了 那离CB还有五成以上 那至少这空间就很大 那如果说有兴趣的 都欢迎给我们加个Line 好的确 光学谷最近的轮番发动 主要是因为从郁金光带动 那郁金光它公布的第一季的EPS 是赚了九块钱 比外界预估的还要好 那相关的概念谷呢 轮动到低位界的光学族群呢 老师认为大家都可以做留意 那维群老师刚才在节目当中所讲的 包含小鲜近光 或者是相关的低档具有爆发概念股 你要怎么做掌握呢 老师我们什么 在Line的面资料 可以跟同学们做互动分享呢 好的 我想最近就是轮动过高了 那有很多的股票它轮动得很快 那我们就是不能看报纸看媒体 或者去追墙的 对不对 你看到从那个重点开始 很多股票就修正了 那甚至你看最近的一个CPU也是 涨多的会整理 所以我们就是找这种整理过一段 那有机会喷发向上的 甚至产业前景向上 那肉比较多的股票 就像说最近IP股也不错 生技股也不错 对不对 你看药华药 药华药 超跌之后开始也要反攻了 所以这边就是买低档 有肉的 好 提醒大家 文区老师刚才所讲的相关个股 光学概念股 CPU概念股 或是IP股 反攻的力道怎么做掌握呢 连生技股都动了 大家如果说想要跟文区老师联络的话 都可以参考我们画面上面的联系方式 用手机镜头 扫QR Code 或者是刷输入Line的ID 那老师的内容都会放在Line 里面同学们有空可以跟文区老师来询问 老师有时间会跟大家都互动 还有解答你的疑问 回来一下台积电今天创高了 好开心可是收黑鸡 又有点担心了 怎么样来解释呢 不过它毕竟奠定了神山地位 AD领先创高 那台积电稳了 相关的设备股会不会卷土重来呢 请问一下赵丽老师 休息一下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大盘在520之前 股市这个礼拜天天创高 那今天涨到第四天了 台北股市续创高 不过留了上影线 而且这几天 稳盘的大型全职股 电子股 有一点点开高走低 要怎么样来做解释 跟这个后面的观察呢 好 赵丽老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来问一下大盘的状况 灯光美气氛价 为什么大盘旭工高 第一个是昨天MSCI公布权重 台股获得两升一降 那半导体金融股 航运股市轮流的表态 而且上智贵的第一季 获利创下同期第三高 全季有45家的EPS 创下新高 获利年增三大族群 有零售运输跟IC同路 尤其是护国神山台积电 再创856的天价 那台积电的欧洲厂呢 要来抢头像是德国 预估第四季就会动工 那科技厂也很喜欢台积电的产品 Google的Pixel 10 弃三星转台机 加强合作在台湾扩大研发 辉达联发和AI晶片都找台积电 那高通骁龙8GEM4晶片 也找台积电 台积电的ADR换算 早就突破了台币千元大关 好 老师我们来问一下 台北股市的状况好了 台北股市本周金金涨 还没到520指数就每天创新高 股民们现在心态跟我一样 这幸福会来得太快 那520之后还会继续幸福下去吗 对 我想我们先讲台股的部分 其实台股创下的历史新高 这个是到昨天的一个日K线 今天再创下新高 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一个强 那当然重点是 台股创新高的过程当中 其实在前两天才创新高 对不对 那是由哪些的族群来带动 其实你看一下 你比如说运输类股 运输类股 其实早就创了这个地方的高点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它一直在创新高 一直在创 第二个来讲是谁 金融你看之前的高点在这边 它也在指数还没创新高 就这一波回檔 修正的过程当中 指数还没创高 运输已经先创高了 金融也是先创高了 然后之后才是谁 电子股 电子股在昨天来讲 类股的指数才创下新高 好 那这告诉我们一件事 你说主流类股 假如说就大族群来讲 你觉得会在哪边 当然是金融 当然是运输 当然是电子类股 只是说这一次的电子类股 比较慢 对 然后慢之外 是由谁来带动 台积电 鸿海 然后联巴科 甚至于广达这一些 基本上这四档股票 刚好是台湾的前五 前四大的全值股 你知道吗 台积电的市值 既然占了大概接近快33% 你知道 鸿海第二大 鸿海大概在3.5%附近的 所以3.5 3.7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这些 所以你选股来讲 假如旧类股你要选什么 当然这个 那金融股只是说 有些人比较不喜欢操作 卡班 卡班 那有的就选运输类股 那明天我们再针对运输类股 那电子股的部分 好 当然你可以发现 最近涨的真的就从刚刚所调 都全值股 中小勤股几乎很多都盘底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的部分 你看一下 所以你看一下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 就如同刚刚所提到 台积电创下的新高 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AI当然肯定是未来的主軸 之前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都是NVIDIA 都是Microsoft这一些 来带动台湾的AI的股票上涨 这一次不一样了 这次真的不一样了 你看一下你有没有发现 NVIDIA没有过高 那微软也还没过高 好 那重点来 亚马逊在前四天有过高 不好意思 他也说我先回档修正 因为他们AI的老大哥 美股的AI老大哥 他准备在5月22号盘后 要公布财报 大家不太想去赌了 你知道 所以你没有发现 他离高点 对… 他们都下来 那Mafio的部分 其实也是相同的状况 大家都在等他 可是重点来了 台积电既然是创下新高的水准 所以代表什么 台积电现在 台股的部分来讲 反而是领先美股 所以你看美股 台积电一定要比辉达先创高 对 然后台股也比道琼 标普 还来得强 你知道吗 真的太强了 所以你说台积电是不是护国神山 是 并且不是只有护国神山 它是全球的 现在变成全球AI指标 以前大家觉得指标最大的是谁 当然是NVIDIA 现在拍谁 现在是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已经算好 那我跟大家讲 大家现在也会觉得很纳闷 奇怪的 台积电创新高 为什么一些跟台积电相关 不一样了 供应链都不长 对 我跟大家讲 这是有逻辑性的 我跟大家讲 台积电创高对不对 大家在讲的 COWERS的设备的部分 你看一下 我们讲 你比如说像红素 红素还好 前一个年 一两个礼拜还有创高 对不对 好 重点 星云就比较惨了 星云是在大概一个月前 创新高就没有了 那万论更惨 这个你觉得它是跟台积电有关吗 你觉得它会是COWERS吗 不太可能 不太像对不对 好 那我跟大家讲 没在哪 我要先讲的就是说 其实这个是有顺序的 我先讲结论 COWERS的股票 目前来讲大概都陷入整理 就是以设备类为主的 你要再叫它创新高 短时间 我跟大家报 这个难度太高了 不太可能 为什么 因为我们来检视它的营收的时候 当然这一些都是长期的趋势 没有改变 COWERS还是非常的缺 设备还是非常的缺 可是你来看一下红素的部分好了 你看一下红素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它的营收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 是在所谓新高的一个水准 可是到今年4月份的时候 其实离去年的11月份 它的营收其实这边 都已经开始出现了 所谓下滑的一个情形 所以你可以看到红素虽然这个地方过高了 所以像这种股票我觉得 理论上来讲 它就陷入一个相形成立的一个格局 因为它的营收早就见到 它的营收高点其实已经过了 就是说台积电的营收 可能还有高点可以期待 可是这些设备股的营收高点 已经过了 就是短时间而已 你看到这样股价在上面 所以像这种股票 你千万不要再去追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页的部分 好 那COWERS刚才稍吊讲到 依然是供不应求 持续的破产 那会让谁受惠呢 对 没错 好 那你看一下 你看星云的部分来讲 其实也是相同的状况 你有没有发现 真的太厉害了 去年12月创高 然后到今年1月创高 2月创高 3月创高 你知道吗 结果4月的时候 不好意思 小福月间 我不创高了 你知道吗 好 就没创高了 所以代表什么 大家你看一下3583的 星云好了 我们看一下 对不对 因为营收没有创高了 我想说4月份应该也应该创新 那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啊 这种股票是照着营收获利的展望在走 你说他没有了 你觉得他短时间会过高吗 其实说真的 不容易了啦 那万论的 所以我跟大家报道 4月营收未创高 这个就是它的灶门 灶门在这边 好 那万论的部分来讲 它虽然成长性 它的营收的成长性 可是因为它的之前 本益比太高 你看一下6187 它是有持续创高 对 它是持续 可是股价有时候都先行 你知道吗 先行完之后 不好意思 你现在营收持续大好的时候 我股价在整理了 这个就代表什么 它的股价已经先行 它要等到后面的营收 再一直往上创一直往上 让市场的信心回笼之后 那整理完之后 或许它就会上来 所以Covost设备这边 我觉得基本上来讲 它是线路所谓箱形整理 好 那当然假装到这边 大家就觉得 那到底是什么购买的东西 对啊 Covost明明就是上面 报纸上面写的台阶 依然是供不应求啊 那你看营收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发现嘛 有些机台有可能还没做出来 有些之前交货了 大量交货之后 机台没做 那我问大家 当你Covost设备都进来之后 那你总要生产了吧 对 我总不能买了设备 我不是生产 好 那会轮到谁 那当然就轮到比如说 大家比较少提到的 细中介层的部分 就Covost设备 当你设备进来完之后 当然你就要开始做所谓的量产 封装测试等等 那细中介层是哪里 细中介层你看一下 我看一下2.5D的一个封装 封装的部分来讲 细中介层是这一块 大家了解我 2.5D它就是一个水平的一个堆叠 比如记忆体很多IC 堆叠这样 那细中介层就是这一块 那细中介层 其实我跟大家好不好 台积电也讲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之缺 那你会说 它到底是为什么还没上来 可是你会发现 未来肯定慢慢上来 就是要做2.5D或3D 对 你要细中介层 那你看一下 你比如Covost 我用把它缩小 你来看一下 一样在这边 对 你比如说一样在这边 基板 然后细中介层 对 然后这SOC 然后这个是所谓HBM的部分 高频宽的器械体的部分 也要这个 对 也都是要说 那时候有谁做啊 这个我跟大家报告 你看一下 细中介层 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你看一下 你有发现吗 它跟设备就不一樣 因为设备它已经长了一大段 现在它的营收还没有再爆充了 你知道吗 那好 换谁 你比如说你看一下 6664的群益 这两个股在我们同学会出现过 你看一下 你把它缩小 你比如刚才以这的简单整理整理 突然间就上来了 因为为什么 它也跨入了所谓细中介层的部分 好 5347的一个世界先进好 虽然它跟细中介层比较没有关系 可是你们有发现 这个就是台积电的外溢效果 你们有发现 位阶相对上 因为它离之前的高点非常的远 所以因为台积电也是它的大股东 所以你看一下 整理完之后 第二季的营收获利相对上 比第一季也会同期出现成长 所以它整理完之后 也上来 另外一档是什么 677的 利器店 你也刚刚在利器店 我跟大家报告 黄董要去法国了 对 这个已经跌成这样子了 你知道什么都没用了 因为大家看不到希望 没有希望了你知道吗 因为它就大家认为成功 可是他讲了一句话完之后 你有沒有发现 他说了什么 我要跨入戏中介层 有吗 有 你去查新闻 我跟你讲 那一天扩厂的时候 就是跟小英总统 对 那一天去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要开始跨入戏中介层 验证下半年应该会开始做 结果你看一下 普隆公的股票 也真的就拉起来了 你知道吗 这个不强吗 这种形态你会觉得完蛋 还有第二个 我跟大家讲 这很惨 这被MCI的全球标准成本股 踢出去了 对 理论上踢出去 前两天 昨天报告踢出 不好意思 应该拉大伞 所以你觉得它是什么 它当然是细中介层 这个也是细中介层 好 来 所以你会发现它很喜欢 来 那深氧半导体的部分 8028也是一样 我跟大家报告 它这个就是整理 它真的比较调皮 你知道 它就调皮 调皮来调皮 洗来洗去 我跟大家报告 可是我觉得 像这种量出来之后 应该是有机会上工 好 那会不会上工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你有没有发现 你比如说四月营收的部分 你看 它们的MOM 都已经开始出现了 成长的一个情形 对 对不对 那EPS的部分来讲 其实你可以看立即店还是赔钱 可是深阳半的部分 好 那股价净值比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深阳半相对上来讲 会是比较好 那群蟻的部分刚刚提到 我觉得因为这个涨比较多 可是它当然是指标之一 就是因为它介入所谓的中介层 细中介层的部分 Intel 三宋这一些 他们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CoreOS的部分来讲 不是只有台积电 对 Intel 三星都有 三星它都要打入CoreOS 那除了设备之外 不需要这些材料吗 插播一下 刚刚资料很多 字很小没关系 我们可以跟赵益老师加个LINE 或是搜寻老师的LINE的ID 那相关的内容 都会放在LINE里面 同学们有空 等一下看我们画面上面 有提供联系方式 都可以跟老师来询问 老师继续 好 来 立即店的部分 刚刚提到 他就想要跨入所谓的西中介层 好 另外重点 深阳半 你看一下 我跟你讲 它就是群翼 加登跟中砂三合一 这三堂股票 这一波段涨多少了 你知道吗 涨翻天了 只有它还在这个地方 整理 我觉得快动了 你看一下 它是Core Wars 系统介层的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来讲 晶圆薄化的部分 因为你2.5D过3D 其实它的晶片就是小晶片 它的晶片要越来越小 它就必须去做所谓的 晶圆薄化的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台积电的技术论坛 有提到晶背供电 晶背供电真的非常的一个重要 就是晶片从后面供电 在上面的部分来讲 让其他的一些线路走 所以晶背供电是未来 成长趋势非常大的 所以还有承载晶圆的部分来讲 承载晶圆就是加登 系统介统群艺 中砂的部分也是 好 来 那它的大股东有谁 君豪 君豪 胜辉 你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2467 2467 2467的胜辉 胜辉也是君豪集团 你看啊 纳路MCI 股价大涨 这些自胜 股价都大涨 还有5536的胜辉 你看一下 5536 好 这种股价之前也都大涨 这是副爸爸 5443也是很弱的 对 之前也是 我跟你说 他5月28号 胜辉办 要董监改选 对 这董事长要换人了 因为这上一届的 做得不好 不是做得不好 不能这样讲 是没有被提名 进入这一次的董事 那这次换董事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应 我觉得你是想嘛 换了董事就新人有心症 新气象 基本上是这样子 所以股价理论上会先动 然后之后再动 那我觉得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特别的一个理由 好 再来老师讲到 台积电的功高 电定领先定位 可是你不要傻傻 去看Core Wars公文一群 又去买过去的Core Wars 相关设备国 是以中介层的应用 很难做未来有机会大爆发 台湾的黑马骨有谁呢 8028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问题都可以跟老师来提出 老师有空跟大家互动